一、二战后期,美国轰炸了日本奔土,并在战后派军队驻扎,下面的一组照片,真实记录了日本战后老百姓的生活,无数次在中国上演的凄惨情景,同样在日本国内上演,很多日本民众体会了中国百姓的苦难,照片上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聚在一起去乱,他们的父母都在战争当中死亡。 二、很多城市都遭到了美军的轰炸,图位一位妇女在一片被虚前面祈祷,三、大量的退伍军人聚集在火车站内,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始全新的生活,四、一座被轰炸过的城市,人们正在追赶一辆公共汽车,五、日本本土的火车站,给人一种破败不堪的感觉,六、昔日不可一世日本军官,在站台上目视, 四、这火车行进的方向,七、回到自己国家后,这些军人很开心,战争可能也不是他们想要的,他们也是迫于无奈。八、退伍军人挂在火车外面,等不及下一趟车了,都想早日回家。 九、为了生存,一些日本女人不得不选择投靠美国大兵,这真是日本男人的耻辱。战争中不管哪一方获得胜利,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都是痛苦的,和平不义,且行且珍惜。 谢谢大家 HERE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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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